你好,这里是张宁视野 综合各方面的消息 现在乌军基本上夺回了北邓宜此刻 至少夺回了北邓宜此刻是90%以上的面积 因为俄军实在是支持不住 在付出惨重损失之后 已被赶出了北邓宜此刻 俄军这一次在攻击北邓宜此刻的时候 是下了血本 首先俄军提供了三个最精锐的战术营 就是营级战术群 他们的装备非常精良 而且可能多达5000人 另外他们还有大约1万名 北邓宜此刻卢干斯刻的民兵来支援 另外还有至少3000多名的车臣雇佣军 也就是说他们的总数可能多达2万人 而一开始防守北邓宜此刻的只有乌克兰军队的一个旅 所以说这个俄军认为这下子可以一口气占领北邓宜此刻 他们哪里想到这个乌军早有部署 短短四天之内就把这支目前最有攻击能力的俄军队 给驱赶出这个城市 这显示了这个乌军强大的能力 要知道俄军一开始气势汹汹啊 已经占领了北邓宜此刻是80%的面积 现在看来呢 俄军的确是中了圈套 因为俄军根本没有向战的能力 不仅那三个这个迎级战术群没有 那上万名的这个邓尼此刻民兵和这个卢干斯刻民兵更没有 实际上他们只是只能充当炮灰来使用 至于车臣的军人 虽然以前曾经在哥罗兹尼巷战当中击败过俄军 但是呢他们已经有十多年没有进行过巷战了 而且呢他们当年主要是在杜达耶夫这个领导下呢 他们早期的这个车臣兵呢是一群反抗俄罗斯暴政的人 但是现在的车臣兵呢恰恰相反 他们实际上都是一些呢 就说呢跟俄罗斯合作的一些农兵 也就带有农才性质的 因为俄罗斯给两个凑钱 他们就屁颠屁颠的跑到乌克兰去打仗 尤其那个车臣现任的总统卡拉罗夫 那是纯粹的一个败类 一个愚蠢的家伙 而且呢他继承了他脑子的权力 就有点像那个朝鲜的金二或者金三胖一样 所以这种货色呢 你不可能指望他有能力 更不指望这个他领导的军队有什么作战能力 俄军呢 本身呢我们其实短短看他三个月来的历史就清楚 无论在基辅还是在哈尔科夫 特别是在马里乌布尔 可以说俄军都没有巷战能力 在这三个地方的巷战上 俄军留下的记录是全败 因为城市呢建筑复杂 还有大量的地下室可以躲避炮火 乌军呢应该是做了充分的取集准备 比如说在一些区域的地下室或者地下仓库里面 储备了足够的战士还有武器 然后呢仰装败退 一旦俄军冲进了城 那么呢就可以以埋伏好的 这个比如说地雷来给他引爆 放置好的遥控炸弹也给他引爆 然后呢再加上火箭筒 再加上这个导弹来消灭俄军的一些装甲 那么呢俄军呢简直就是 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守住阵地 只能被打得屁滚尿流东奔西逃 所以呢短短几天呢 就被这个乌军打出城外 而且呢总的来看呢 估计这也会俄军省事巨大 而且呢以后呢再也不敢轻易攻城了 因为这是第四次攻城战的失败 在短短三个月的俄乌战争当中 俄军证明了他们根本就没有攻城能力 另外一个消息呢 就是一千 一万五千名 这个白俄军队帮助乌克兰人打俄军 这个数字呢 说句老实话呢 让我吃了一惊 这是白俄反对派领导人 斯维亚特兰纳 齐哈隆斯卡亚 在接受意大利新晚报记者时采访时所公布的 他说战争一爆发的时候呢 白俄罗斯很多人就认为乌克兰人需要帮助 因此组织了这个战斗营 现在呢 这个战斗营的规模在不断扩大 他说现在呢 我纠正一下数字 不是一万五千名 是一千五百名白俄战士参加战斗 他们分布在乌克兰的许多城市里 与乌克兰军队肩并肩地打击俄国鬼子 看到这个消息 我特别高兴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呢 因为呢 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呢 其实呢 他的这个地位呢 本身是靠这个独裁 靠这个镇压反对派 以及这个作弊来获得的 就说他没有资格担任这个乌克兰 白俄罗斯总统 他也没有资格呢 继续掌权 反对派呢 比如说像斯特兰 斯维亚特兰纳 实际上才是合法的白俄罗斯总统 而且呢 卢卡申科呢 一直在帮助俄罗斯 比如说最早攻击基普的 从北方西北方向出发的俄军 都是经过白俄罗斯 所以白俄罗斯呢 实际上在协助俄军 而且呢 从白俄罗斯境内呢 俄军也经常发射导弹 攻击基普和乌克兰的其他城市 所以从各种角度来看呢 白俄罗斯已经犯了战争罪 而且西方已经在对白俄罗斯进行制裁 乌克兰呢 主要是因为现在主要要打击俄军 所以说呢 把白俄放在一边 到了适当时候 等到乌克兰已经足够强大的时候 我认为乌克兰呢 需要一个友军 除了波兰 立陶宛 拉脱维亚 爱沙尼亚 这些铁杆 这个支持者之外呢 如果最终想摧毁俄罗斯的话呢 还需要白俄罗斯人的帮助 那么怎么办呢 那就最好呢 是让 这个 就是颠覆这个 目前的卢卡申克政权 也就是说呢 支持斯维亚 特兰纳建立的流亡政府 回国执政 现在呢 有1500名白俄战士 我觉得随着战争的发展 完全能够武装更多的 比如说两万三万 甚至呢 数万人 有这几万人呢 将来其实将来就可以呢 就是直截了当的攻击这个白俄罗斯 直接攻占民事科 因为呢 白俄的这个军队呢 数字非常差 武器更糟糕 他们装备的呢 都是比俄军还要插进的军队 简直呢 就跟那个敦巴斯的 清俄民兵组织差不了多了 所以说呢 一旦拥有乌军的这个帮助 比如说到时候在防空方面 在其他方面 而且他们装备了西方的武器 再加上他们一旦进入白俄罗斯 就会得到人民的支持 所以说呢 应该这样说呢 到时候就会视若 破竹 迅速的呢 控制白俄罗斯 而白俄罗斯一旦跟乌克兰 合作起来 攻击俄罗斯的话呢 那么将来就有必胜的把握 不过 我说 我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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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